Yahoo 哈囉 各位數位小兔的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把場景搬到戶外 主要是要來介紹腳架 我手頭上會介紹兩隻Memphoto比較新款比較熱門的腳架 Memphoto它是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一直以來都是做腳架的佼佼者 以前東法是 190或者是055系列是非常熱賣而且穩重的款式 B3系列是它這幾年來他們努力在推出新的產品線 其實在很久以前他們就有B3 B3 Color B3 Live B3 Advanced 這次新系列的我想要介紹的是B3 GT的X Pro系列 它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是碳纖維的 另外一個版本是鋁合金的 那我就打開來幫大家介紹說 它的功能怎麼使用 然後穩定度好不好這樣 那我直接就在大家面前把它開箱 這個 第一個它的腳架很輕便 收盒的長度大概是43公分 展開來的話大概有到160幾公分左右 看你腳的開合跟收起來 再來是以碳纖維的款式來說大概1點多公斤 那鋁合金的版本大概是2公斤左右 然後都可以承載到10公斤沒有問題 對 我手頭上的話就是碳纖維的版本 有看到這個龍蚊的這種碳纖維交錯的就是碳纖維的版本 好處就是因為反折 所以說攜帶會非常的方便 我就直接把它翻開 這裡會有卡榫的聲音 掉 掉 總共是三段 表示說它可以做三個不同的角度 我要改變角度的時候只要壓下去 然後把它往上翻 它就可以到最低的角度 中間的角度 跟一般的角度 對 那我就直接把它翻開 對 那底部的防滑的橡膠的設計也都做得很OK 讓你可以因應各種不同的地形 它有不同的角度 讓你可以撐平 甚至在泥巴地、雪地它都可以升潤 那這次的VVGT它改用旋鈕式的 以往我們是斑扣式的 那正常比較專業的腳架他們會採用旋鈕式 是因為說我們在戶外 如果進砂、進水可以自己去排除 而且速度也不會比斑扣式還要再慢 我只要直接一手轉開 馬上就可以升長 對 那你可以在任何不同的角度把它鎖緊 那我就把它直接伸到推開 記得我們在轉動這個旋鈕的時候 其實轉半圈 這樣子就可以伸開 所以收的時候也是收半圈 這樣子 展開就大概是像這樣子 對 那中柱的部分 因為第一個高度已經符合我們 一般國人的身高 170到180左右 加了相機其實已經快到180了 所以如果你要換取你的穩定度 我們可以把中柱往下放 對 那我們的腳架加上雲台 加上相機 其實就是到你大概眼睛的高度左右 就差不多 而且可以達到最穩的效果 對 再來是雲台的部分 它這次有升級了 一般我們通常這麼小的雲台 可能只有鎖緊跟鬆動而已 那這次我們的雲台 除了可以承載10公斤之外 第一個 它有水平的旋鈕 你在做一些錄影 運鏡的時候 它可以水平的旋轉 那再來這一面 這裡轉動 它就可以控制雲台的鬆緊 那甚至裡面還有一個阻尼 在這邊有加跟減 這是雲台的阻尼 可以去做控制 對我就可以控制雲台的鬆緊 對 那再來是上面的這個快拆板的部分 裡面的話都有可以用硬幣鎖 可以用手扳 甚至可以用反手鎖 而且它有相容於現在新的阿卡的系統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很方便直接相容於其他的雲台 或者是跟舊的Mamphoto S8 6496 只要是RC2的板子它都可以共用 對 然後接下來比較特別的是說 以往只有在190跟055上面有的 把中柱協伸出去的功能 這次在GT上面也把它放下去了 我只要把它伸到最高 這個壓下去 它就可以一樣把我們的中柱伸出來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補拍的角度 因為現在很流行做一些美食攝影 或是Fu Panda 他們要外送的時候 他們會把食物放在桌上 我們的不同的角度取景 就可以用這樣去做衍生 那收起來也很簡單 你只要把它補個了 只有一個箭頭的點 對到下面它就很快速的鎖起來 鎖起來就可以回到剛剛腳架的部分 另外這一隻就是剛剛說它的朋友 這裡 190GT鋁合金的版本 鋁合金的版本價格會比較便宜 而且如果你承載很重的相機 其實鋁合金的並不一定會 不比碳纖維還要更不穩 那一樣這邊 有我們之前雲台介紹的 這裡 這裡有一個三八分之三的母螺絲 可以讓你去做一些怪手的延伸 那這裡也可以讓你夾掛飛彈 使用上就大概像這樣子 那最後我把腳架收起來 因為剛好有很多客人在外面的 不好意思 對 我只要旋轉三圈 一起收起來 馬上就可以固定了 就是我們可以運算 運算 我們可以運算收起來的時間 其實很快速 大概不到一分鐘 我就可以馬上把它收合 那我們就可以再去旅遊 很方便 就大概這樣子 那今天我的介紹就大概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疑問啊 都可以在我們網頁上 或者是說 在我們的影片下方去做個詢問 下次我再幫大家介紹更多 MANVOTO的商品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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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